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无论是剧情传递的江湖曹晴 儿女之情还是实境体验剧 表达的优远历史 人文艺术在流光一彩之间无一步 让人为之喝采 在安宁之前 先跟大家讲一讲安人这个地方 从唐代至今 安人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古镇 当然 安人广为人之则是因为他是著名抗日将领刘湘 即将领刘文辉等一大批民国时期军政要员的故乡 及镇范围内有全国重点温物保护单位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刘市庄园 由保存明清时期的刘市庄园群 刘湘公馆等古公馆27座 因此也被冠以中国博物馆小镇的称号 安人位于成都平原西部 隶属于大义县 距成都自食一公里 开车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 是个周末放松的好去处此处 就是正门分界线了 今时今日安人 实境演绎中和体队古镇中央问高公馆 刘远虎公馆 刘远轩公馆 陈岳生公馆进行保护性 艺术性的国画利用 结合白天和夜间的不同属性 构筑起独特的穿越时空的文化体验空间 活色生香的大型公馆实境体验局 集聚文化时尚生活方式的小微博物馆群 以及当代艺术三种文化 表达形态在这里跨界融合 成为一个以戏剧 博物 艺术为中心开启一切可能的公共文化体验的 并逐步成为中国最剧趣味性的年代生活艺术馆 今时今日安人 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安人 一段关于爱和信念之间选择的故事 在光与影的结合中 将这种选择的故事性和艺术性表达得淋漓尽致 由于剧情设计剧透 就不详细介绍了 总之 这部剧算是中国大型公馆实境体验剧的开篇之作 剧情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 通过今时今日安人这个集时间 空间于一体的概念 精确的传递故事所要表达的含义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 在这个东西空气中飘着 甜甜的梅花香的土地上 英雄们所演绎的救国救民 舍生忘死的大情怀 更多精彩当然是留给大家现场观看体验啊 不过 可以先了解一下 剧中的人物关系及背景 现场就能有更好的观剧感受了 人物介绍 由于知 天福会的少东家 此成副业 殷家中排行老六 至亲之人都叫他六子 在六兄弟中 资质最高很是出众 因而受到父亲的赏识 并重点栽培 成为天福会最年轻的一任长席大爷 没小梦 实为贫苦出身 刚出生就遭遗弃 被一对富商夫妇领养 一次聚会中认识了刘宇智 一见倾心 从此便将他的此生和挚爱 如飞蛾扑火般都赋予了这个男人 东堂堂主李纪元 天福会的第一把交椅 从小跟着刘宇智有过命的交情 也是刘宇智最信任的人 却因为喜欢上一位交际花染上毒品 所有家产被挥霍一空 南堂堂驻江云亭 早年亡命江湖 时被刘宇智揪过 于他有之欲之恩 从此进入天福会誓死孝敌 他做事能力极强 刘宇智在黑白两道 能有如此高的影响力 他功不可没 且忠心不二 西堂堂主赵运 刘宇智的发小 曹商总把头 有点粮炮 但做事极其果断 家境因时产业庞大 很有头脑 跟谋略 善于谋划和布局 少年时与刘宇智解释 两人一见如骨 北堂堂主黄绍则 原政府商行的会计师 很有商业眼光和投资判断 因上司的栽赃陷害 其私用公款放贷 而身陷牢狱 本因独职罪被判死刑 信得刘宇智 知己时出手 花重金宝石 重见天日 最后的最后 当然是再次跟大家强烈 安利这部剧了 真的非常非常良心 跌宕起伏的剧情 让你都不忍扎眼睛 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 找个周末 带上家人 或者三两朋友相约 一起去安人古镇感受百年 潜在这片土地上的江湖 在陶冶青操的同时 也能彻底放松心情 着实是个好去处的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 大一线安人古镇交通 建议自驾从成都市出发 车程大约一小时 当然也可以选择抖客运站 做客车出行 因为今时近日安人的演出时间是在夜间 结束时比较晚 建议提前订酒店或者民宿